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是我Cliff Trey和大家说《非常策略》 今天是2023年12月13日 上星期说的3690美团 看回Seekers的持仓 依然不是腾讯大普通减次 所以暂时就不会考虑它住 不用看它住 之前说的华晨又回到4元附近 就可以考虑买入力 昨天 美国公布的最新CPI数据 核心通胀刺平 令大家对于未来美国原住局减息的期望再次减低 但美股依然升上去 主要是正如之前所说 资金已经停泊在美国市场 但美债息口不会下降时 资金只能选择留在美股而不转过去 美债那边 从而为美股提供了支持 相信到真的降息的时候 就会令资金快速落入美债 到时美股就可能真是见顶了 昨晚和前晚都有长年期美国国债的标准 反应都比上个月的好很多 昨晚的30年期国债 拍卖的得标息率以及反应 都是近几个月最好的 由此可见 市场对于美国长年期国债 开始有流入的影响 但这个未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而看回在中国这边 昨天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闭幕了 在会之前大家见到指数就开始有反弹 但公布了出来 其实对于大家预期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惊喜 所以预计指数应该可能会差一点 但指数早两天已经回补了一个 列口16100点的恒生指数 我之前也说过 补了一个列口的话 其实相对买货也会比较放心 恒生指数已经测试了 之前所说2022年的列口 就在16100点的位置 由列口已经补回了 所以也叫了客人买货 指数反弹的话 应该都是科子行先 正如之前也说过 最近支持科子的话 是依靠几只只股份 包括981中心 992联赏 1810小米 还有其实之前也说过的快手 早几个星期前也提及了 几只中心和1810 始终对于他们的感觉不是太好 992联赏最近就去了高位 所以依然在高位顶着 大家都怕高追的话 唯有选择另外其他一只 而中间就所以选择了1024快手 就在回补列口当天 253.6买入了快手1024 目标都是看回56-57元左右 除了1024快手之外 中长线的依然在找一些超值股票 正如上星期也提及过 太股开始进行回购 而其实太股A和太股B中间 是一个比较大的折扬 今天见到87太股B就上了来 而太股A就开始下去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87太股B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不构成任何买卖邀请 本人徐定安为证监会持牌人士 直至本评论发表日子 本人及有联系者并无持由 提及之证券的所有相关财务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